国内本土疫情严峻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防疫记者会 对退休的医护人员发出征兆令 主要负责监看病患 让防疫能量多一点 在这个地方 要向台北市的人 退休或是一些离职的医护人员 发出征兆令 现在国家需要你们 到防疫前线作战 主要是要用在防疫旅馆 然后检疫所的一些病人的监看 我们需要你来协助 让我们的这个防疫的能量更多一点 今年的5月份 我们面临非常严苛的一个检疫工作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 我们号召我们所有的一个退职 或是退休离职的护理人员 来参加我们这个 一个防疫的工作 这是我们护理人员的一个天旨 我们希望用我们的爱 来打败 一个病毒 无情的病毒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我们有第二批的一个退职人员 退职人员能够参加我们的一个 第二批的征招 我们希望我们的护理人员 共同来参加这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抗疫行动 那希望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爱 能够克服这个无情的病毒 一起创造台湾的胜利 谢谢各位 柯文哲表示 现在感染数量太多 每日约增加100床 让确诊者待在家自行隔离 也不是不可以 但还是要在有监视的情况下比较安全 所以要征照退休医护人员 目前规划人员回到一线前 需要经过一周训练 上线后每8小时可领5000元薪资 呼吁大家先来报名 记者温文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